下面请您接下来项上 《论关羽》 源者刘作春 关克百 谢谢大伙 做得不紧了 刚才这段说得不错 演员很年轻 是我们德文社 非常年轻有为的 这么一个小别三 一个小青年 青年相识 演员姓孙叫孙九芳 今年岁数不大 95年出生的 今年28岁 白杨做的一个男生 你们俩好 你们俩好 我们俩没呢 我们俩也没了 后台聊天的自己说的 他想跟你好 我们俩经常在一块 聊天 我知道 我们俩在后台来说 关系比较不错 比较密切 为什么呢 我们俩是同乡 就是一同烧过乡 你们俩一块拜佛去了 佛神 一个地方出来的 孙九芳 小的时候就喜欢说相声 这倒是 十几岁 一个人拿着钱 从山东坐着火车来北京 很不容易 您琢磨吧 怎么了 十几岁 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小流氓的 他要是流氓就应该是成熟了 反正是来北京学校上 苦苦业到今天 很不容易 是 很努力 这个缺点就是上学上的时间太短了 跟您怎么比 怎么了 跟您没法比 什么意思 您在我们后台算是学历高的吧 我也不知道 还不知道 您别谦虚 我没谦虚 反正我没记错的话 您是大学毕业 这倒是 是吗 您在哪儿毕的 我就在北京一个监狱 怎么还在监狱呢 废话 什么叫毕的呀 不是 您在哪儿 毕着夜 夜里毕的 白天还不敢毕我 不是 我记得您是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的 对吗 什么大学来着 听您的吧 听我的了 您说哪个是哪 反正什么大学的名字 我不记得 哦 反正是您这个学历很高 他呢 平时还喜欢看看书 这倒是 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嗯 他看书啊 跟我不一样 怎么了 郭老师看书看的都是世界名著 哎 这您了解 对吗 对 问您几本书都看过吗 什么书啊 简爱 您看过没有 哎 这还真看过 还真不错 红与黑您看过吗 这也看过 有点意思 那本书您看过吗 那本 巴黎娘娘庙 巴黎娘娘庙 对 没看过 我看过 我看过法国尼关 这不是一本吗 什么一本啊 什么叫娘娘庙 巴黎娘娘庙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啊 国外叫圣母院 到咱们这儿就叫娘娘庙 那也没那么翻译的 这本书我也看过 说的是爱情故事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男的是一个驼背的壮中人 对 这个女的是一个吉普赛女郎 女的名字叫埃塞美拉的 男的名字叫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 什么咖啡呀 名字就叫卡布奇诺 哪有这名字呀 叫什么呀 卡西摩托 卡西摩托 卡布奇诺 那能一样吗 这都差不多 差有的 一个有吸管 一个没吸管 卡卡卡西摩托 对 卡西摩托 这本书您还真看过 看过 有点意思 那本书您看过吗 还那本啊 就是那个 钢铁是 咋子弄出来的 那执不到呀 你怎么还回答呢 那什么书 怎么这味的 这不是这本书吗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那么老有唐山味 这是唐山出版社翻译的 好吧 翻译就带着味翻译 怎样练成的 钢铁怎样练成的 这是一本关于冶金方面的书 冶金 那哪的冶金呢 怎样练钢铁的说明书 没听说过 那一说明书干嘛 那钢铁 哦 烧 哦 哦 刀 哦 又传坏了 这话多少读呢 那这 不是这说明书 青春立志的书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读过这个 上高中老实说读这个课外读 课外读 对 读这本书 里边这主人公都很熟悉吗 您还记得呢 啊就那个宝尔卡尘基嘛 卡尘 宝尔卡尘基 嗯 宝尔卡尘基 对 那怎么不缩了压呢 缩了什么压呀 卡尘什么基啊 名字叫宝尔卡尘基 宝尔卡尘基 宝尔卡尘基 卡尘基 长得难看 卡尘是吗 什么叫卡尘 卡尘基 没听说过 啊 东北出版社翻译的 嗯 啊 卡尘干嘛呀 卡尘基 宝尔卡尘基 对 哎 青春立志的书 哎 我也看过 是吗 那本书您看过没有 还那本啊 那个世界老惨的 悲惨事件 啊 我这是你独家翻译的吧 啊 还老惨了 还真知道 太快了 哎 我再问你一本书 您看过吗 哪本 就是那个 《喝大了之后》 这是什么书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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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很形象啊 喝大了确实飘 是啊 啊 这书太难写了 你看 什么味儿 这写书您都瞧过 后边没瞧过 有点意思 没怎么喝过 我跟您可不一样 看出来了 我呢 看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名著 那也不错呀 最常看的就是四大名著 不可以呀 每天在家里呀 翻着看的 都叫什么名字 做笔记呀 查资料啊 都叫什么名字 对 每天呢 都做笔记 查资料 哦 我知道我知道 您这都叫什么名字 对 有不认识的字啊 就得查字典 就得标注下来 不是我这跟您说话呢 看过没有啊 看过呀 叫什么名字 你看叫什么名字 谁知道啊 这谁不知道四大名著啊 别人穿黑的就拉的 有乌鸦 这是很简 头一本 什么 水浒传 哦对 对吗 还真有啊 主要说的是潘金莲的故事 潘金莲在西门庆啊 可以拉可以拉 不要再看下去了 什么 什么玩意儿这是 啊 水浒传 水浒传就看这俩人啊 水浒传不就这俩人的事情吗 谁告诉你的呀 水不凉山 一百单八家 哼 还有这么多人呢 哦 你就看过那俩人呀 好 我那本书就剩那么一点钱 我都掉了 对 你特意把这儿字下来 这都没用了 哼 一百零八个人哪 好家伙了 一百零八个人都跟潘金莲 没有 太乱了你这个 你吓我一跳了 你吓我好几跳了 一百八都 什么乐趣万道的 不是啊 一百单八将不挨着 一百单八将 吓死我了 哎呀 哎 这头一本就是水浒传 那咱说第二一本吧 二一本就是金瓶梅 哈哈哈哈 三一本 金瓶梅白话文版 四一本 金瓶梅白话文带插图版 漂亮 哈哈 三大名著 是 哎 你有最后一本 前三本扔了就完了 哈哈哈哈 哎 前三本不过瘾呐 插图版多棒啊 我翻到最后一页还带一张光盘 哈哈哈哈 你也看过 没有看过 我看过 你怎么知道有光盘呢 这话您看着都什么玩意 金瓶梅没想话嘛 不是这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啊 哪四大名著 所以五传 西游记 还有那红楼梦 三国演义 我这跟大伙开个玩笑 你这玩笑开的太厉害了 这四大名著谁不知道啊 知道你不说啊 我通读啊 是吗 最常看的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好 三国演义它是 它是一本小说 它可不是完整的历史 历史叫三国志 对 三国志通俗演义叫三国演义 还真是 哎 我研究三国演义研究的最透彻 在我们后台来说 在德文社来说吧 我三国演义研究的最好 干嘛你还最好啊 是啊 就是我最好 干嘛你最好啊 三国演义我也通读啊 你也读 我也研究的好啊 你好吗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后台我有一外号 你没听说过吗 叫什么 我这恨 一肚子三国 火 三国都在我这装着呢 一肚子三国 对 你说的就是我 您要跟我比 您可差远了 哪儿就差远了 哎 我说出来的那些个故事 你都没听过 那不可能 三国的故事我都知道 别的不说啊 咱就拿一个人物举例子 谁 关羽关将军 关二爷怎么了 我研究的最透彻了 我也研究啊 我考考你吧 啊 关羽瓜骨聊多的事情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你知道啊 我讲出来 你都没听过 不可能 具体的细节 具体怎么回事 你没听过我的 你的 你还有什么心意的 你看我给你讲讲吧 想当初啊 哎 这个 关羽在两军阵前 又被 被敌将射伤了 如果不治的话 他很可能就残忌了 对啊 那天的关羽在大帐中 跟朋友下棋喝酒聊天 摆了一桌子的菜 还有菜 都有什么菜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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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你一个知识点在这里 哈哈哈 他太突然了 哈哈哈哈 这跟关羽有什么关系 这你什么菜 我哪知道啊 当然啦有什么菜不是很重要 就是你说这个嘛 但是可以顺便提一下 什么菜啊 因为你研究历史研究小说 每一个细节必须要研究到 这叫细节 就是日常吃的菜吗 什么 有排黄瓜 老豆花生 跟我昨晚吃的一样 中间放了一盘子肘子 我就没有肘子 还有一盘子可乐鸡翅 瞧瞧 胡说八道 那年头有可乐吗 鸡翅做的很可乐的样子 可乐鸡翅 应该叫好玩鸡翅的 关羽衣跟朋友下期喝酒聊天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大夫 对 大夫叫华佗 神医 华佗来给他治病 华佗说 关将军 请让我给您耗麦可以吗 好吧 中医都得耗麦 关羽衣把这袖子一撸 胳膊就放桌子上来 华佗一打这个麦 哎呀 怎么了 耗了十分钟 没有脉搏跳动 哟 为什么 低头一看呢 手放在肘子上来 哎 重新擦擦手 还重新擦着 这还挺干净的 哎呀 关将军 恐怕凶多吉少啊 什么呀 什么意思 哎 您呐 这个病啊 不好治 那您得替我想个主意啊 他华佗说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截肢 截肢 把胳膊砍掉 那要他干嘛呢 关羽说不行啊 两寸振钱 我得拉弓射箭呢 对呀 没有这只胳膊 我拿什么拉弓啊 啊 拿牙 拉弓啊 容易绷着脸呢 那个 撒手啊 哈哈 这鸟尾撒手 别了吗 回来啊 不是您撒嘴啊 关羽应该把脑袋砍了 砍了 所以说您得替我 想一个另外的主意 千万不能把胳膊砍掉 话头说呢 只有另外的办法了 什么办法 就是除了胳膊之外 全都砍掉 那不是一样呢 关羽说 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这有问题 啊 小瓜们这个 您务必给我选个好主意 那只能是用刀子 把这个肉割开 把这毒 从这骨头上刮下来 这叫刮骨撩毒 关羽一听 疼吗 话头说 嗯 哎 这俩神经病 关羽说 我不治了 不治了 我害怕 话头说不可以 怎么呢 你们历史上 不是这么写的 啊 看完历史来 必须让我给你治病 对 我死都不行 那你能给我用点麻药吗 还有麻药 麻沸散 就是话头发明的 哦 话头一听 麻药 你走医保啊 还是自费啊 哈哈哈哈 他说我没没有医保 我也没有什么钱 好 那咱们就不用要了 哦 这生来 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得住吗 哎 把袖子撸起来 拿毛巾在这儿给他祭祀了 哦 哎 把这个手术刀啊 打这个屁股后边 这兜里掏出来 哦 行 没有这兜 从屁股后边掏出来 就比较麻烦了 屁股后边挂一兜 谢谢你 我以为大夫先给自己做一手术 哈哈哈 手术倒掏出来 喝一口酒 这什么意思 消毒 消毒啊 啊 这不消没什么毒 拽住胳膊 呲 肉就开了 好啊 拽就拽开了 多余拉的直接拽也能开 那疼那个 这更疼 走 刮 哎 刮 走 走 走 哎呦 哎呦 大夫 大夫 这大夫是哪个理发店退休的 什么理发店退休 这干嘛 这杠刀子了 在这 往下刮这毒啊 这毒怎么还滴滴还在 雨血呀 我还跟胡子沙似的 雨血都给刮下来 雨血 哎 这个历史书上怎么记载的 啊 就说 这个关羽在这 照样跟朋友下期喝酒聊天 对 跟没事人一样 哎 那么疼不疼呢 疼疼 当然疼 也疼 自己的胳膊能不疼 是 心里边就恨这个话图 心说我没钱就不够用麻药 简直是太可气了 啊 默默的把妻子摆成了一个圈 什么意思 画个圈圈诅咒他 对啊 这里边什么都有 哎 这故事您听过吗 没有 完了吧 完了 后来你关羽抱着仇了 抱什么仇啊 温九展画佗吗 哦 把大夫杀了 杀大夫干嘛呀 不是温九展画佗呀 展画熊 展画熊 不过这故事你也知道 多心心 有点意思 没意思 研究够透彻的 哎 一度的三国不是白教的 一度的三国 可是这个温九展画熊这故事 我讲出来你也没听过 嗯 肯定没听过 想当初 关羽在袁绍的帐下充当一名弓箭手 哎 两军阵前要打仗了 是 敌将叫画熊十分的英勇 嗯 这边派人出去打去 派出一个 被画熊杀了 又派将 又被画熊斩了 瞧瞧 实在 太不出人家了 怎么办呢 袁绍很着急呀 哎 莫非 我的帐中就没有勇将吗 这个时候 关羽出来了 将军修出此言 哦 关某在此 哇 袁绍很高兴 嗯 好 莫非 关将军要去迎敌吗 关羽说 不是 肚子疼 跟你请个假 应该给他谈咯 袁绍说 你要钱不要钱呢 啊 好 既然你出来了 好 我就不找别人了 你 出去跟他打去 关羽说 不行啊 我害怕 袁绍说 不可以 历史上不是这么写的 对 你必须出去打去 啊 再说了 我也不让你白打仗 还给钱 不是给钱 我这有好酒 酒馆酒 哎 为什么说酒呢 因为这个关羽他好喝酒 谁告诉你 你看 红脸的关公 哦 酒量还不行 喝完酒上脸 对了 哦 好家伙 红脸的关公怎么来的呀 少喝 关羽一听有酒 高兴了 有酒 那咱们先喝酒 再打仗行吗 袁绍说不可以 为什么呀 你想什么呢 喝完酒 骑着马出去 酒驾 酒驾呀 你到城门那吹一口啊 十二分没有了 你这 起码还要驾照 啊 回来咱们再喝 嗯 来人呢 把酒 搬上来 哦 真来 哦 一大摊子酒 倒在碗里边 噔噔噔噔噔噔噔 到完了 古人喝酒有个习惯 嗯 要在火上热一下 叫温酒啊 哎 酒都温好了 你 去打仗吧 嗯 那到这儿就没办法了 去吧 只能是 提刀上马 青龙焰月刀 是 拿在手里边 跨上赤斧马 走 上马 骑着马上 这马也要死是吗 马怎么这得下 古代的道路不好走 路不好走这马这跟路似的 就颠簸呀 太颠簸了 颠簸呀 切的马上 关于这颈椎病都好了 来个两军阵前 华雄那是多么英勇呢 切的马上官邸料阵 举着大刀 一瞧 关于打电门就过来了 整个人一躺起歌得 华雄说这是什么东西呀 没看出是人了 这是什么东西呀 华雄没看出什么呀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这是 多疯怪 正在愣神的功夫 关于就到了咱前了 唰一下 哭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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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 这酒还是温的 还没凉呢 这就叫温酒展画熊 就是他快呀 这故事您听过吗 一点没听过 您不是研究的好吗 研究的好也不能这样 您这外号叫什么来着 一肚子三国 到我这玩了吧 那是 再考你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曹操不是爱财吗 后来就想把关羽收到自己的账下来 想给他留下 上马金下马银 没钱 一点都不稀罕 封关叫汉寿亭侯 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边 我也当官 这个曹操一琢磨 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收到我的账下 有了 什么呀 常言说的好啊 英雄难过美人官呐 关羽也是个大英雄 我要送美女 他就去除了 好吧 打发人 全国各地挑最漂亮的 全国各地挑了十名美女 十个呢 长这模样一个个的 怎么样 坑国坑城啊 咱是不要他们 要我我也不要 坑国坑城啊 就那成语啊 清国清城 清国清城 国色天香啊 漂亮极了 你想这话筒 哪个人夜里给关羽送来 还得夜里啊 为什么夜里送来 关羽有一个习惯 夜里好看书 这倒是 五六常然吧 胡子很漂亮 桌子上点着一盏油灯 对 关羽左手拿着书 右手往右边捋着常然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又有问题 你看 为什么他是 右手往右边捋着常然 这不左手拿着书呢 这不方便 不是 他可以这手拿书 这手捋 也行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他必须往右边捋着常然 不是 他不是左撇子 这么别扭 不对不对 你说的都不对 什么原因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为什么关羽右手往右边捋着常然 为什么 因为左边有灯 左边有灯 你往左边一捋 自拉就了个了 知道吗 哦 这太有细致了 那当然了 关羽是个傻子是吗 他非把活都搁火上 你不小心你搁上个自拉 他不会把这灯搁那边去吧 他这边没有桌子 哎 哦 这关羽是痘跟着 什么叫痘跟着 什么叫痘跟着 哎 画上那边没出桌子 不能动着嘛 他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 坐在桌子外侧 哎 这手 右手 女人常然 左手捆着这本金瓶梅 金瓶梅 哎 你不要看这破书啊 金瓶梅啊 金瓶梅啊 看的是棒 夜读春秋 对对对 书屏上写的是春秋 哎 那里边是金瓶梅 这个呢 里边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哎我看得一样啊 反正看着挺高兴的 好嘛 在那看着看树 呼 呼 啥这我 啥这 呼 呼 啥嘞 不怕今儿晚上关羽找你去 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 看着还是插图板的 看春秋看兴奋的 这春秋有什么可兴奋的啊 还满脸跑梅吗 那么兴奋的 看书 哎呦 多余长这胡子 这个时候 送美女的来了 来了吧 敲门 关羽吓一跳 赶紧把这本书 放到下面又换了一本 转过是春秋 进来 怎么这里边还有聊斋呀 什么聊斋 大狐狸 如果我就不来了 狐狸精进来了 古代的门不是木头的吗 木头的 木头的 时间长了有声音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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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怎么要断气呢 来来来来 十名美女一个个 好 坑果子来了 往这一站 哎 那位说了 关将军 别看书了 给您送美女来了 睁眼瞧瞧吧 您看上哪个呢 一会给您安排怎么样 要不是你送来的都能留下 看你这太恶心了 这是哪开TV的经理啊 这是 一会咱们二楼给您安排 还有二楼呢 你要不行的话 咱就 你还不行呢 我也觉得身体好着呢 你要觉得这美女不行的话 明天再给您换一批 您去 您您睁眼瞧瞧 关羽眼皮稍稍的一胎 看了一圈 又低头看书 一个好汉都没有 不是 他是有身份的人 有什么身份就一本黄书 他的意思是你恨我 我不能马上就回答呀 你等什么时候 太没面子了 您得多问我两遍呢 还问 管将军 您看上哪个了 您尽管说 您要不满意 我明天再给您换 你看看看哪个了 都不错吧这个 关羽还是没说话 还得继续问呢 还问 得了 要不您也甭说了 你看 从这一到十 一共是十号 十个人的 您看 几号不错 您笔合笔合手 我就给您留下了 我走的时候把门给您带上 那门不用带二 关羽一琢磨 这五号不错呀 五号 得了 就告诉他吧 往屋子一撂 瞧这灯 右手一举 那意思 五号挺好 五号 可这手一举可不得了了 怎么了 这胳膊胳膊抬不起来 说普通话 就是这胳膊 往上一抬它疼 因为化脱肝给做完手术 这都练着呢 对呀 好练续续 又感觉阴天 阴天这儿仗子慌 哎呀 仗子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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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不死 还在这活动活动 真误会的 一个都不要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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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十名美女都走了 不愿意呀 嗯 大半夜的把人叫来 又都弄走了 能乐意吗 那怎么办 一个个都骂不咧咧的 那当然了 一边往外走 呀啊 讨厌 不要不要 装什么装啊 上回点吻不是你吗 谁 哎呀 咱们回家扛爹去吧 所以说 哎 这故事您听过不 没有 晚安了吧 我早就忘了 你的外号叫什么来着 一肚子三国 一肚子三国 我再扛你一个问题 你还说不上去 什么问题 这个关于死后去哪了 知道吗 活着我都没得明白 死了爱上哪儿 上哪儿吧 你跟他卖书去了 白书摊 告诉你啊 这个三国志上他可没写 那他哪敢写乐的 三国演义也没写 都没有 但是我研究到了 你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关于死后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他去了南天门了 生天了 他成了神仙了 神仙 哎 这个有一句话嘛 叫生而正之死而为神 是 死了之后灵魂飘飘摇摇 到了南天门 好地方 这个南天门有个神仙 叫真武大帝 有 是中国道教的神仙 正不了 有两个随从 一个灵蛇 一个灵龟 嗨 你还说那么文兵呢 妈呀 就一个王子一个长宝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真武大帝 出来迎接 不光是真武大帝 还有谁 还有好几个神仙 谁 有张天师 有菩提老祖 有太白金星 瞧瞧 有耶稣 耶稣 耶稣 这哪路神仙 耶稣是串门来的 神仙没事干的 哎 把这个关羽迎到这个大殿里边 真武大帝说了 今天 关将军也成了咱们神仙当中的一员了 也来 这么着吧 怎么着 每个人呐 说四个字 四个字 回头给关将军磕一个扁 放一块扁 放到他的庙里边 嗯 哎 这个张天师先说吧 说什么呢 说了四个字 更武一人 哎 这不错 他说完了 嗯 该太白金星了 他也说了四个字 说什么了 人天师表 哎 这也行 他说完了 该菩提老祖了 他说了吗 也说了四个字 道德楷模 哦 这很现代 啊 他说完了 该耶稣了 耶稣也说了 也说了四个字 他说的是 very good 哈哈 他是四个字 不是四个音的 他还没学好成语 但是他会起哄我 哈哈 最后应该是真武大帝说了 你老乐不劲儿干嘛 就说就完了 真武大帝啊 他没说 啊 今天我别说了 为什么 让我身边这个灵规 替我说四个字吧 让王八说呀 大伙的乌乐意 费话 我们是神仙 我们说可以了 你让王八说 那叫怎么回事 王八知道什么呀 真武大帝说了 各位 别小瞧这个王八 王八怎么了 他可是一肚子三国 哎 谢谢大伙啊 这段叫论关语 嗯 再给您说一段 每个演员呢 特点都不一样 掌握的节目呢 哎也不同 你看我身边那个老师姓关 好多经常听德恩社的朋友 对他都很熟悉 嗯 啊 姓关叫关之林 哈哈 我一猜就不对 啊 啊 关赫百 姓关明赫百自知林 我没说 没有知林 啊 姓关明赫百 没有知林 这么一个演员 俄罗斯人 啊 非常的了不起 啊 这个相声啊 他捧咱捧的 我觉得在我们 在我们师兄弟里边 他捧的最好 是吗 啊 是吗 我才知道 我们就这么一说 你这么一听 就这么一听 哎 哎 我们呢 嗯 其实是 差不多同一时间 记得德恩社学的相声 对 对吧 啊 这学徒啊 其实很枯燥 要背很多的这个灌口 词啊 啊 还要学唱很多的内容 嗯 对吧 什么这个小曲小调啊 地方戏曲啊 我们都得学 可能是 哎 你北京天津 那他听的东西就不一样 嗯 北京天津河北 这个天津河北 包括唐山 嗯 最喜欢听的戏 叫平戏 哦 对吗 对 平戏有很多句目说起来 大伙都知道 说什么呀 你比方说有这么一段 叫花维梅 哦 花维梅里边有很多的唱腔啊 嗯 非常的好听 哎 有这么一一段啊 啊 春去春来 这段就非常的好 这个我给大伙学两句 啊 大伙有平时听平戏的吗 有吗 有 一梦有仨 有仨 有仨 快点吧 要不到家了呢 没事 慢点啊 外边冷 外边冷 回不来了 等那仨堵的咱们唱 看着还有三十多人 好 不是那个 平时唱 春去春来 春去春来 快留不住 大好的时光 好多书 书中自有千中速 书中自有黄金舞 我 小遥 什么戏缺都得学 还有 你到了山东 山东的地方戏叫旅剧 山东旅剧 有山东来的朋友吗 有 还有这么多呢 哪儿啊 这是拍的代表是吗 你刚才多好像 没有 少一个 行 那不唱了 什么叫不唱 人不多就不唱了 他们能听懂 废话就得让人听懂 山东地方戏叫旅剧 旅剧也非常好听 我这里尊了生 糊涂的妈妈 今天你大嫂子又为神吗 又不是私营党 手娘管教啊 误过错你打他 人家需要花 再说叫小不闲 山东旅剧 这个旅剧最适合表现什么题材呢 就是家长里短的这种小的故事 你要是太重大的宫廷题材 就不太适合 这有什么不适合 你这个包宫出京 可以啊 要打旅剧唱 听着就有点儿滑稽 一个样子 听说是老包要出京 忙回来娘娘东西功 东宫娘娘老大兵 西功娘娘包大葱 不够了两年还没忙我呢 你说这像话是这个 怎么了 听说这个包公要出京了 东宫娘娘西宫娘娘都惊动了 东宫娘娘说 你这么出去那儿那儿成的没吃的呀 我给你烙饼去 东宫娘娘烙饼去了 西宫娘娘说 光有饼没有葱也不行啊 我给你包葱去 西宫娘娘给包葱去了 皇上也没闲着呀 给瓦那甜面酱去了 这不是包公出京 这是二大爷下地 对 去的年了 观众朋友们 本场演出